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思刚 桃园市议员林涛 以及国民党发言人杨志宇 三人在前年县市首长选举前公开指控 前农业部部长陈吉仲 过去的科技部补助专题计划 涉嫌大幅度抄袭 陈吉仲为了捍卫学术名誉也反告 别院审理结果认定张思刚 林涛 杨志宇依散布文字诽谤罪 分别判拘役50天以及55天可上诉 二类的质疑说我是那个 那个A前达人的这种污蔑 我完全不好接受 为了捍卫自己的学术的声誉 我当然要提起这样的一个告诉 那昨天的判决结果当然 就是至少第一个 还我基本的公道 那更重要的是 我认为这个政治人物 不该用政治的手段 去介入学术伦理 或者是学术论文的处理 我们会继续上诉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用一切的方法 来去做他的研究报告的查证 然后呢 来也用相关的方式 来得出他的抄袭的比例 那我们已经有尽了查证义务 可以做了查证的责任 所以我觉得法官这样判 我们表示不服 选后这起官司的结束 也引发外界关注 高端母公司基亚董事长张世忠 以及魅旭等五人 罪证不足不起诉 原来是因为有人告发 基亚涉嫌内线交易 非常规交易 检方比对两岸有关联 搜证一年半后发动搜索 不过依据这五人的说法 认为基亚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也难以认定有刻意隐匿资产 每回选举前 各阵营议题操作 往往也因为彼此的发言 隔空交火 甚至按铃控告 就在2024总统大选期间 这些提告的官司 未来法院也将看证据到哪 办到哪 TV视频的成员黄敬芬 他被报道